再懵懂無知 大家還在玩樂的年紀 他們卻一頭鑽進了音樂世界 一把吉他陪著他們 走過許多青澀的歲月 他們用音符記錄生活 創造出許多筷智人口的好歌 即使很辛苦也不放棄 我要的並不是明天的版面 我要的是我未來的十年的演唱 不間斷的把好音樂帶給每個人 對他們來說是個享受 更是從小到大 一直不變的堅持 歌曲 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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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们这个阿咪老师跟阿咪老师 期待你们很久 真的 我们怎么可以加入这个乐队来是不是 不是 他不知道说今天你们要来演奏 哇 前面他们几集都乱彈 我才期待很久 真的吗 因为我的老师终于要来开演唱会 你老师啊 你老师啊 他是我师祖 但你变成我师父 不是 你好像在骂人林老师 等一下 你解说也好 大家好 不是 今天他们告诉我是三位老师 都会带着他们三个人亲爱的吉他 来演奏Sentana的名曲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 就带个领带就来了 不是 我觉得他已经放弃吉他 他现在的兴趣是已经转转号了 其实小燕姐 小燕姐 没有 他有解说 他刚刚有解说 你说你不带吉他的原因 其实今天真的蛮荣幸的 可以看到两个 尤其是志平还开口唱歌了 这个是平常是唱歌的 扯远 能够看他们两位在同台演出 等一下 他刚刚是怎么说的 他说 我没有带来 因为我是木吉他 木吉他 他们是定吉他 是 他们是长跑 他们是短跑 我是长跑 我演的听不太多 同学 电吉他就是比较炫一点嘛 solo型的球员嘛 对不对 木吉他一定就是始终都在 可是你不会特别强起 是不是 没有 没有这么哀怨 就是长跑型跟短跑型是在唱 对 但是这个3月3号的Sentana 这真的是吉他的这个 历史性的一刻 历史性的一刻 你们这个是从小 真的是从小 真的是从小 他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启蒙老师 好像每一个爱吉他的人 都是要从他的那一首开始是不是 你们都是的吗 从9岁 14岁开始都是这样的 我差不多比较晚一点 因为我比较大 所以我没有这么小 我觉得吉他在弹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 尤其他很爱炫嘛 这个弹吉他就是 其实我第一次跟他同台 第一次看他同台 对 你看他演唱会的时候 好像只有弹贝斯 有不会弹吉他 有啦 有 可能这个吉他弹不是很好 阿本老师是贝斯对不对 我最不懂是弹贝斯的人 是 他永远在等 等 这也是客气 可是贝斯是音乐里面最重要的 真的吗 贝斯能鼓是最重要的 吉他可有可无 吉他可有可无喔 我常常觉得一个乐团里的 贝斯手好像很可怜喔 是 满无聊的 老台那个噔噔 是 噔噔噔 可是他的确是最重要的 真的喔 他是弟嘛 他是弟喔 但是刚刚的Satana 各位觉得如何 好 我觉得学吉他 我曾经听过林昌讲 在学生时代学吉他 就是让女生来喜欢的 有没有这个道理 有 有没有这个道理 当然有道理 但是不一定成功 我看你刚刚就是那种 很狡白的样子 那个叫投入 你看他的 刚刚我讲说你这个肩带 他说对不起 小燕姐 肩带是内衣 这叫肥带 好 今天我们就是 很难得请到三位音乐人 这个我再介绍一下 袁维仁老师 小燕姐 大家好 黄契平老师 黄品颜 艾艾老师 他们歌的时候 其实两位老师 在当评审的时候 我觉得是 有点痛苦 会不会 因为尤其是比赛啊 到了后面的阶段 你会觉得又有点感情了 那又认识久了 然后又看他很努力 但他又出城 就是恨铁不成钢 有时候就对不起 你就是要走 你就是要走 很残忍的 但是